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欢迎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可能上调至8元的消息 引起了大家广泛关注 为什么会关注呢 因为很多人出门还是会打车的 如果要是问消费者的话 这事能不能涨 想不想涨 那消费者的观点一定是说 能别涨那就别涨 但是不能广看咱们的想法 是不是 因为系数26年 咱们长春的出租车都没涨过价了 26年咱们经常说衣食柱行 衣食柱这三样可都是涨得挺大的 那行能不能涨呢 我觉得这应该涨 涨点也没问题 但最主要的是涨这服务得跟得上 那对于这事大家都怎么看呢 我们守望都市的官方微博和微信公众号上 也发起了投票 欢迎您通过投票和留言 表达您的看法 那接下来呢 我们再看看今晚节目的主要内容 出租车价格调整听证会下月举行 引发广泛关注 长春景湖大陆全线贯通 双向实车道出行更便捷 就是高新和南口区来回货往车辆 就可以走那景湖大陆 而且那非常宽敞 模拟车辆滑轨 长春轨道举行应急演练 花钱找人能办学位 长春十几位家长被忽悠 当天我就把那个二十九万 已经就打到他这个账户上了 然后文文说这个通知处不是真的 你报警吧 我去副中的学校去问了 人家说你这个就是假的 我们学校从来不会在一个S纸上盖个错 游乐园年卡没用完 店家玩失踪 欧亚汇集怎么说 到现在为止 最后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让我们自己起诉 欧亚汇集已经不负责这个问题了 第一时段 我们就先来关注这出租车的价格调整的事 今天早上我们看到长春市政府发布公告 介绍了关于召开长春市出租汽车运价调整 及建立运价与燃气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的相关内容 那这听证会具体讨论什么问题呢 如果说咱也想参加一下这听证会 怎么能够报名参加呢 接下来我们来仔细关注一下 11月26号 记者在长春市政府官网及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处了解到 长春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拟于12月下旬 组织召开长春市出租汽车运价调整 及建立运价与燃气价格联动机制听证会 设听证会参加人25人 包含了消费者经营者政府部门等各方人员 并公布了报名方式 其实有关长春市出租车运价调整的消息由来已久 基于纵向对比 长春市出租车价格从1993年至今已有26年未变 而从横向对比来看 今年10月30号 沈阳市宣布调整出租汽车运价 起步价由每3公里8元 调整为每3公里9元 夜间时段和夏季使用冷气 起步价为每3公里10元 哈尔滨与大连的出租汽车运价目前同样高于长春 从我们搜集到的网友评论不难看出 关于出租车涨价的问题 消费者更多关心的是相关服务能否提升 对此长春市交通运输局的工作人员向我们介绍 长春市目前已经出台了多项举措 其目的就是为了提升长春市出租车行业 服务质量和市民满意度 对这个机场 火车站 这个大型商圈 这个重点地段 我们要要要要有侧重加强执法力量 全年机场顶投诉已经超过100天 这个火车站区域的这个投资局报 这个这个数量也要降下来 据介绍除了加强执法力量 长春市交通运输局还计划从出租车卫生 企业主体责任 健全完善行业信用管理机制等方面 持续改善长春市出租车服务质量 另外具备司机人脸迁到 全程录音录像功能的出租车监管平台建设 目前也在持续推进当中 监管平台也正处在这个测试阶段 预计明年上半年就能投入使用 上了以后出租车这个各种的 居载啊绕路啊这些投诉 我想会大大的下降 因为它实现的是全时段 营运全过程的监控 首王都市 长汉 广为报道 如果真相视频当中介绍那样就好了 这个加价得加量 服务跟得上 我想这样的消费者都会买账的 你看像现在生活当中多少人叫专车 专车这个价格可不低 图的是啥 图的就是更好的 这个乘车体验 那说完了这个乘车体验 今后咱们就医的时候会有更好的体验 至少更方便了 为什么呢 我们看到这个医保宣布 上线了医保电子凭证 残保人员呢可以通过国家医保的APP 或者支付宝等激活领取 拿着它就可以直接用于医院看病啊 药房 购药啊 非常的方便 妈妈再也不用担心出门忘带医保卡了 也就是说没带医保卡也可以看病了 对我这样的人来说太方便了 就了解啊 这次医保的电子凭证首批呢 全国有七个省份可以领取 二十个城市啊 可以用医保支付 目前呢 我省省值长春市参保人员啊 就可以凭借着医保电子凭证 在长春市的部分药店使用了 说的这么热闹 怎么申请呢 我们已经提前做好功课了 咱们来看看 11月25号记者在省医保局处了解到 国家医保局于近日宣布上线了医保电子凭证 市民只需要打开微信 搜索吉林医保公共服务 关注进入公众号后 点击下方服务大厅选项 随后系统会提示市民绑定医保电子凭证 点击进入后 选择添加医保电子凭证选项 点击立即激活后 输入验证身份的微信支付密码 核对信息55后即可选择授权激活 完成医保电子凭证 绑定微信的实名验证 另外市民也可以打开支付宝 在搜索一栏中搜索医保电子凭证 选择医保电子凭证 长春市 随后按提示进行人脸身份验证 验证成功后即可获得医保电子凭证 市民如需使用时 在支付宝中进入卡包证件 选择医保电子凭证 点击立即使用 向工作人员出示二维码 即可进行医保支付 按照国家部署 医保电子凭证今年底将覆盖七省 未来将覆盖全国 并实现异地跨省就医互通 在我省目前省值 长春市参保人员可评 电子医保凭证 在长春市部分药店使用 使用范围正在向定点医院延伸 后续全省其他地区 也将陆续开通使用 守望都市 长汉广为报道 再分享一个出行方面的好消息 那就是昨天呢 长春市井湖大陆全线贯通了 我们看到贯通以后呢 长城高新区与南部新城之间 又多了一条主干道 今天好消息真不少 那么以后啊 在附近的居民出行 除了金宇大陆这一条线之外 又多了一条双向十车道 锦湖大陆可以选择出行啊 更方便了 随着锦湖大陆超胜街 至前进大街路段的正式通车呢 锦湖大陆已经全线贯通了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就是 锦湖大陆与芳草街的交汇处 那现在可以看到呢 锦湖大陆的路面还是比较宽的 而且它是一个双向十车道的 这样的一个路面 而且现在可以看到呢 很多车辆已经选择通行此处了 锦湖大陆的通行呢 可以说是大大缓解了 金宇大陆的交通压力 一共分两个标段 全线一共是2.06公里 路关是60米块 去那个就是高新和南国区 来回过往的车辆 就可以走对锦湖大陆 而且那非常宽敞 芳草街的路口 那个交警的计划 应该是明年 就设交通效果 所以说一定要减速慢行 就这样 随着锦湖大陆的全线贯通呢 可以说形成了 金宇大陆 芳草街 锦湖大陆 以及前进大街的 这样一个交通循环 更加节省了附近居民的出行时间 而且呢 锦湖大陆也是作为长春 高新区 以及南部新城的一个连接 也可以说是更加方便了 附近居民的出行 这里是由守望都市 刘阔公雷 在锦湖大陆 芳草街交汇 为您发回的报道 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还说呢 说现在越来越多的人 都乘坐咱们长春的 轨道交通出行 因为它又快又安全 但我们都知道 这世界上哪有百分之百的安全 但是有百分之百的防护和措施 而在这方面 咱们长春的轨道人 一直都很努力 确实啊 那为了保障冬季出辆的运行安全 以及遇到突发情况之后呀 能够尽快解决轻轨8号线 近期组织了多次应急演练 保障乘客准时准点安全出行 现在冲掉 东巴腰管撕裂车 出现掉到情况 请求救援 请求救援 收到 现在立刻组织 救援小组 到达现场 要不要准备完毕 刚刚大家看到的 就是本次 轻轨8号线的 应急救援演练现场 模拟车辆通过以后 应急救援队可以第一时间解决问题 防止出现二次事故带来的灾害 更尽可能缩短救援时间 减少车辆延误 保障乘客准时准点的出行 把车体先支撑起来 把恒意油缸推进去 把那个又恒意油缸支撑车体 把一二油缸撤出来 附轨桥上的恒意油缸 就可以把那个车体 从轨道外 附轨到那个轨道内 据了解 轻轨8号线 是长春市轨道交通集团 第五条建成运营的线路 南起北环城路 北至广通路 由南起北贯穿北湖新区 长春轻轨8号线 线路全长 13.276公里 共设车站13座 为保障车辆正常运营 车辆中心北湖检修分部 每年进行几叉 脱轨冲突情况 洪涝等灾害天气 演练70余次 真正做到常态化演练 11月17号 这个长春地区 出现这个 长较小的天气 出现暴雪天气 对这个轨道车辆 是一道严峻的考验 在街道紧急救援任务后 快速的集合队伍 然后队伍在两分钟之内 更衣完毕 五分钟之内 到达现场 快速有序的完成救援任务 史王杜世娟 信南报道 更适合中国宝宝体制的 飞鹤奶粉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马可波罗子砖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大国品牌 大分量方便列新行者 及麦郎一同伴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音转情 零下十二到零下五摄氏度 白程情 零下十六到零下五摄氏度 宋妍情 零下十四到零下六摄氏度 四平情 零下十六到零下六摄氏度 辽元多云 零下十三到零下三摄氏度 吉林情 零下十二到零下五摄氏度 通话多音转情 零下十三到零下六摄氏度 白山情转多云 零下十六到零下七摄氏度 严吉多音转情 零下十二到零下五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 零下十七到零下六摄氏度 长春多云转情 零下十二到零下五摄氏度 脂肪酸均衡的专利好油 金龙鱼一比一比一 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 花钱找人能办学位 长春十几位家长被忽悠 当天我就把那个 二十九万已经就打到他这个账户上了 然后文文说这个通知处不是真的 你报警吧 我去副中的学校去问了 人家说你这个就是假的 我们学校从来不会在一个A4纸上盖个错 游乐园年卡没用完 店家玩失踪 欧亚汇集怎么说 到现在为止 答复的目的 最后给我们的答复就是让我们自己起诉 欧亚汇集已经不负责这个问题了 因琐事杀人潜逃 男子十九年后终若亡 商场客源不如预期 业主着急讨说法 当时承诺的主要是这边是灯具 那边是陶瓷为玉 今天大概是九月份 那个亚役上朝进来装修了 那我现在灯具我招呼完了 我不得招呼别人区域 我能说那些都在这空里 我们会往下退引流 我们可以给你做宣传 男子贫遭家暴 求助法院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他在那边行政拘留13日 如果这个人要放出来了 持某 他就觉得说我现在就是永无宁日 他特别担心说再次遭受到这种家庭暴力 本节目由集市传媒 集市人之会影音5.0系统暂直播出 电信5G上市了 玩转5G手机 云游戏 云媒R超高清视频 炫酷应用抢签体验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守望都市 7年9月 张女士为了让自家孩子 能够顺利在省二室宴高薪学校入学 于是呢 他特别找到了一位姓尹的女士 听说这个人呢 很厉害 能够帮自家孩子 拿到该校的录取通知书 就这样 双方在今年的9月2号 签署了办学服务合同 同时呢 张女士还给这位姓女士 转了29万作为好处费 10天后 张女士成功拿到了录取通知书 但当她带着孩子到学校报到的时候 校方去表示 录取通知书是假的 而与此同时 那位帮她办事的姓女士 也如同人间蒸发一般 怎么也联系不上了 而去张女士介绍 和她一样 有相同遭遇的 还有十多位家长 我家孩子呢 是今年那上小学一年级 就是想给孩子找一个好学校嘛 然后呢 通过朋友圈 了解到这个姓女士 能办这个学校的事 然后呢 就是多方面打听 然后她家事背景不错 这样的话才相信了她 张女士说 就在9月2号 她与姓女士 在一家咖啡馆见了面 两人也商谈了 孩子上学的具体事宜 同时双方还签订了 办学服务合同 上面明确标注了入学时间 以及服务费用 然后当天我就把那个 29万已经就打到她 这个尹小姐这个账户上了 告诉我10月中旬的时候 这个孩子准时来报到 大约过了十多天左右的时候 她男助理的姓王 把这个通知书送到了我手上 在张女士拿的入学通知书后 她就带着孩子来到学校报到 可是却被学校门卫揽了下来 然后门卫说这个通知书不是真的 你报警吧 这个就是说有问题 我们这个学校从来没有过 S纸这样的通知书 当时我来这个学校门口的时候 就发现了有三个家长 也带着三个孩子过来 然后他们也是通过尹小姐办的 他们呢有29万的 有26万的 还有22万不等 在几位家长办理入学手续失败后 他们就联系到了尹女士 询问具体原因 对方说再等几天 可几天后 学校那边也一直没有消息 家长们再想联系尹女士 却始终联系不上 在现场还有其他几名家长 都遇到了该情况 我办的学位是师大附中 明珠校区的转学学位 当时我拿了30万 然后他又承诺我 说给我找个好班 找个好老师 然后我接到了一个通知单 他助理给我送来的 我去附中的学校去问了 人家说你这个就是假的 我们学校从来不会在 一个S纸上盖个错 我们学校的通知书 都是由我们校长的头像 然后那个 再说你这个错也是假的 通过一朋友 然后给我介绍 说这个姓尹的小姐 可以给孩子办那个 往省二办转学 然后我是9月22号 跟那个尹小姐见面 一共是转了26万 对 到时一幕一接没有动静 他也没联系我 电话打不通 然后微信也不回 现在人也找不到了 微信也不回 电话也不接 随后记者拿着 家长提供的陆许通知书 来到了学校 何时情况 我们就是想问一下 这个陆许通知书 是不是你们学校下发的 不是 校方表示 对于其他问题 他们不予答复 紧接着 家长又试图 拨打了姨女士的电话 还是未能接通 随后 他们来到了南领街 派出所反映此事 等待调查结果 沙王都市 家院副强报道 我们的记者 也尝试通过多种方式 联系这位姨女士 但是目前对方 没有给出正面的回应 现在的家长们 已经向警方报案 我们也期待着警方 尽快地查明真相 接下来 新闻当中的主人公 张女士也是一位家长 张女士的孩子 特别喜欢小动物 于是在今年年初 张女士就在欧亚 汇集的达夫博物动物馆 给孩子办了一张年卡 有了这张卡 他就可以随时 带着孩子去看小动物了 但没成想 这卡才用了半年 动物园就闭馆了 现在连负责人 也联系不上了 一月份 他应该是京东大副动物园 刚开业 那个时候我们办了一张年卡 当时很多人都办了 然后在六月份的时候 六月末的时候 他可能就涉及到装修 我们再来的时候 他就已经闭店了 说是要装修升级什么的 之后我们就没再来 十一的时候 我们发现 他这个店已经消失了 张女士告诉记者 他半卡时 花费了398元 当时这个动物园 也算是网红店 半卡都需要排队 在闭馆之前 他也领着孩子来过几次 每次小动物都不一样 他也觉得很值 谁知道 竟然遇上了这样的事 当时我们联系的是 欧亚汇集的客服 客服说 他会联系 帮我们返费什么的 然后再联系我们 但是这之间 从他停止营业到之后 我们始终没有接到联系 到现在为止 最后给我们的答复 就是让我们自己起诉 欧亚汇集已经不负责 这个问题了 张女士说 此时的动物园 已经一部分变成了 其他的商家 还有一部分正在装修 但是很明显 已经和动物园 并没有关系了 那么商场方 是否知道这样的情况 他们又是否能联系上 动物园的相关负责人呢 记者也找到了 商场的相关负责人 负责人表示 达夫博物动物园 在进驻时手续齐全 在今年年终的时候 向商场提出了 提前撤柜的要求 也给商场提交了 为客户退款的保证 而商场在得知对方并未履行时 他们也联系不上动物园的负责人了 目前据他们所知 已经有不少顾客 将情况反映给了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高新区市场监督管理局 也组织了公益律师 打算为消费者维权 为了核实商场的说法 随后记者也来到了 长春市市场监督管理局 长春新区分局了解情况 并从消贤那里得到了证实 记者了解到 目前投诉到消费的消费者 已经达到了800余人 张女士也顺利地 在现场进行了登记 和大家一同维护自己的权益 赏东市莫言鹏飞报道 晃鲜办卡不愉快的 还有下面这位李女士 去年的长春市民李女士 在家附近的玻璃坝圣岳瑜伽馆 花了1999元 办了一张三年的瑜伽卡 可练得好好的 今年11月呢 店铺突然关门了 瑜伽馆的负责人说 想要继续练的话 得去其他分店 可李女士当初在这办卡 图的就是离家近 转去别的店 她不太认可 2017年 应该是六月份吧 在家办的卡 我是办的三年VIP 1999 李女士表示 交费后她便正常上课 直到今年11月初 突然上课的微信群解散了 她才得知 瑜伽馆关门了 我们就问 是为啥要解散 我们每天都在里边约客嘛 然后她就说 这个店要升级 把我们都转走 转卡 转到12房店 转到人民广场店 然后没有车 我们去不上 太远了 来回得两小时 在现场 会员丁女士告诉记者 目前有很多会员都不满意 这个处理方法 大家也建立了一个微信群 群里的成员都希望能够退费 我们有28个人建这个群现在 大家都希望她 就是该反多少钱 就是反多少钱 你毕竟是你店家先违约的 我们可以不退卡 但你这端定不了了 随后记者来到了这家 位于二道区的玻璃坝 盛月瑜伽 此时大门紧闭 门上张贴了一张公告 上面写有 因店面升级或搬迁 将于2019年11月13号 暂停课程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 上面留有的咨询电话 了解情况 我们要做转型升级 那这个店面 大概什么时候能重新营业呢 并且已经将退费标准 形成材料 递交给了辖区的 市场监督管理所 我们也同意给这20多个退费 我们现在等着工商局 约我们双方共同去谈呢 但退费的标准 怎么退已经给到工商了 随后记者也拨打了 长春市二道区 市场监督管理局的电话 工作人员表示 将在明天 也就是11月27号的上午 联系玻璃坝盛月瑜伽 以及这20多位会员 到现场进行调节 守望都市 新京 舆论报道 接下来我们要把时间 往回播19年 因为就在19年前的2000年 农安县发生了一起命案 当时一名男子 因琐事杀死了被害人 后逃离现场 下落不明 而就在近日 农安警方发现了一条重大线索 并在长春市的一家舞厅内 将这名潜逃了整整19年的 命案嫌疑人 成功捉拿归案 2000年9月4日上午10点 长春市农安县居民于某 因琐事被人杀死在家中 清查 嫌疑人为公住领事人孙某力 案发后 此人下落不明 民警一直没有放弃对其的抓捕 今年年初 农安县刑警大队信息中队 将孙某力列为抓捕重点 对案件展开梳理 刑警大队的民警 于3月19日前往公住领事调查 发现了孙某力的结婚登记证和档案 经过几个月的侦查 民警得知 嫌疑人连续三次出现在 长春市一家美食城附近 抓捕行动当天 民警经过两个小时的蹲守 发现嫌疑人进入一家舞厅 当嫌疑人独自在休息区看台球时 抓捕人员果断出击 将其制服 经审讯 嫌疑人交代了自己 就是逃跑19年的命案逃犯 孙某力 至此案件告破 正义得以伸张 首帮都市新冲雨风报道 把事件转向浙江 说最近在浙江杭州 一女子报警说 自己停在路边的电动三轮车 被人给偷走了 这民警的调去监控 一看气坏了 这小偷偷完了车之后 居然还对着监控 开心地比了个夜 我们赶快来走进 今天的微视频 来认识一下这位 不以为止 翻译为荣的小偷 一女子报警 撑自己的电动三轮车丢了 民警随即调取了监控 结果发现 一男子偷完车后 经对着监控 毕业 经调查 该男子是惯犯 多次偷车都没有被抓到过 这就觉得自己很厉害 目前此男子已被公安机关 刑事拘留 下面这两位 也有点得意忘形了 一店门口 发生了一起电动车盗窃案 民警通过周边监控 发现了两名嫌疑人 有趣的是 这两位在盗窃得手后 还手无阻导 开启了自嗨模式 最后 这两名男子被警方抓获 下面这小偷 也挺让人意想不到的 一名网络女主播 经常凌晨订外卖 但是最近一段时间 外卖频繁被偷 未查小偷呢 公司在门口装了监控 仔细查看监控发现 偷外卖的呀 竟是一条小狗 知道真相的大家 也是哭笑不得呀 下面这位的做法 有点过火了 一男子忘带钥匙 便给房东打电话 但多次联系房东无果 结果一气之下呢 留言 你公寓着火了 房东看到留言后 连忙报警 民警和消防员赶到现场 并未发现火情 最后此男子 被行政局留十天 本节目共同度 将来短视频都在西瓜视频 欢迎下在西瓜视频APP 搜搜观看守望都市 接下来时间呢 进入到今天的都市送福 我们的福阿赵新呢 来到的是长春市的 长大小区 赶快来认识一下 今天的幸运观众 赵新你好 你好主持人都市送福 幸运到家 您正在收看的是 由长春肿瘤院冠名 即时传媒特约播出的 都市送福 我是赵新 那今天呢 我们都市送福小分队呢 是带着我们的这个奖品呢 来到了长大小区 那旁边呢 就是我们的这个幸运家庭了 一看 坐旁边的一看 就是这个一家之主了 是不是 来首先跟我们打个招呼 介绍一下自己 大家好 我叫我叫胡云庆 今年46岁 旁边的这位是 您母亲吗 是我的岳母 岳母啊 来也让岳母看着镜头 给我们大家打个招呼 咋打呀 咋打呀 有点忘了 一看镜头 一上电视 有点忘了 自己叫什么 姓氏名谁了 是不是 就说一下您的这个姓名 年龄就可以 给大家介绍一下自己 又忘了 直搓腿 阿姨真的是有点太紧张了 您先想一想好不好 这旁边的呢 应该是女儿了 是不是 也让她呢 来给我们自我介绍一下 顺带把您母亲 没说出来的姓名 跟我们说一下 你好 我叫王文蒂尔 今年45 这是我的母亲 今年60多了 60多了 就是这个具体年龄呢 不方便透露 因为我们毕竟是女生 女生的年龄都是秘密 是不是 不管多大的年龄 你看啊 这刚才呢 我们这个跟这个 两位女士对话的时候呢 旁边这个先生 我看到了 偷偷地在跟我们镜头比叶 什么蹭个镜头 对吗 你看你这么这个 想蹭镜头 一定是冲着镜头 报免我们都市送福的是吗 也可以这么说 也可以这么说 那到底是为什么呢 跟我们解个谜吧 就是平时总关注都市频道 然后呢 看到有那么多幸运的嘉宾 我就 也就是 在参与一下了963890 正在参与 正在参与 参与都市送福 结果呢 打了这个963890 就幸运地把我抽中了 也是这个幸运抓住了你 同时呢 您也是 何时宜地抓住了这个幸运 报名了我们这个都市送福是不是 那平时这个是您一家三口 在家守候着这电视看吗 是 主要 主要是我 主要是你 你是家里边最幸运的那一个是吗 对 你是家里这个最忠实的一个粉丝了 因为一到这个家里的时候呢 我看到了 这先生家这个电视就打着呢 就是关注着我们这个都市频道呢 我们一进来的时候 你马上就知道了 是吧 对 是的 那我们也来一起看一下我们今天为您家带来的这个幸运和礼品都有什么啊 首先呢是由我们这个都市首选为您家准备的这个卷纸 以及我们蒙古人呢为您家准备的迎宾酒 还有我们这个海信呢为您家准备的这个幸福的电子相册 以及我们李雨田呢为您家准备的这个天香 献礼大米还有我们蓝阳呢为您家准备的这个冷敷验贴 怎么样这些礼品您满意吧 满意 您最喜欢的是哪一个 最喜欢的是那个 电子电子相册 电子相册 因为可以记录和定格你们家最幸福的这一瞬间是不是 那下面呢我们也让这个镜头来定格一下我们现在最幸福的一瞬间 好吧我们跟着这个镜头打一个招呼 然后对一下我们都市送福的口号 都市送福 都市送福 幸运到家 好的您正在收看呢是由长春肿瘤医院冠名 即是传媒特约播出的都市送福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 好的感谢赵欣也再次祝贺我们幸运的一家人 如果电视机前您想要成为我们的幸运观众 别忘了拨打我们的日线电话 963 890 890 8900 本节没有集市传媒集市云 智慧影音5.0系统赞助播出 电信5G上市了 玩转5G手机 原游戏云民二 超高清视频 炫酷应用抢先体验 欢迎继续关注 正在为您直播的守望都市 2018年长春市民王先生啊 在湘江家居地下一层租了商铺 据王先生讲 当时租商铺的时候呢 商场承诺了 这一层啊一半用来经营陶瓷 一半呢用来经营灯具 可呀如今一年的时间过去了 商场一直不具备开业的条件 又把大部分的面积租给超市了 王先生担心啊 这超市和灯具经营呢 不是一类产品啊 会不会影响到自己的灯具销售呢 2018年9月份 全年家居一把就进行受伤 把我们所有的商务就招出来了 进场就是一日交了5000块钱 就是租货保证金 当时承诺的主要是 这边是灯具 那边是陶瓷为玉 它能搭得上啊 今天大概是9月份 那个压医商朝进来装修的 王先生表示 当时商场承诺 地下一层是陶瓷 五金建材 和他卖的灯具 都属于装修类商品 可是一年过去了 现在大部分面积租给了超市 王先生担心 会影响灯具的销售 一边开超市 一边开灯具 那就是说 有点驴孙不对麻醉了 那让我们怎么经营 我家一共是租了400多瓶的 供装修费 到现在都有一年多了 根本没有客流量下来 业主们表示 这一年多来 商场地下一层 一直不具备开业条件 现在又把大部分面积 租给了超市 担心将来会影响他们销售 那么业主们反映的情况 是否属实呢 随后记者来到了商场办公室 核实情况 那当时呢 我们就打算说 遭一部分灯具的铁类 也不够营充状态 所以我们现在 一直也没签 一开始说 这么落七八糟 我们不可能进来 东京那区大家也看了 现在也是灯具 不过你们在这经营 我没说不让你们经营 也没有年你们走的一 那我现在灯具 我照不上来了 我不得招着别的体育 我能说那就都在这空着 现在我们是招着超市 商场工作人员表示 超市开业之后 客流量增加 有助于灯具的销售 商场会和商户 签订租赁合同 针对商户们反映的情况 商场给出了解决方案 解决的措施就是啥呢 我们会往下会引流 包括地下的灯具 我们可以给你做宣传 去年的话 商户们表示 他们会和商场继续协商 必要时会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就是超市签不签来 第一跟我们就是没多大关系 现在最主要就是 我们现在商户开不了业 而且我们现在就是装修损失 还有那个货物器啊 不具备开业条件 现在就这几户 双都市西然文号报道 长春的刘女士啊 在长春橱柜 衣柜城的百家邦 健康家居体验馆啊 订了一套榻榻米 但用了不到半个月的时间啊 出现了这个门板破损的情况 刘女士觉得 这个榻榻米的质量有问题 但商家却认为 这个破裂啊 是刘女士个人人为破坏的 我是在7月2号 在这个长春橱柜城 百家邦健康家居 定制了一个榻榻米 可以正常使用的时候 是10月21号 我在使用了 大概两个星期的时候 发现那个榻榻米的 那个箱体那个盖啊 已经塌陷了 而且那包边已经开裂了 发现问题后 刘女士第一时间 与商家取得了联系 对方派人上门 拆走了破损的6块门板 她跟我说 她把板子拿去鉴定门 进行鉴定了 说得等鉴定结果出来之后 再谈解决的事 几天过后 刘女士来到门店 咨询鉴定进展 得到的回复 让她无法接受 昨天我来想要了解一下 电竞到哪一步了 商家明确指出 就是不给我们维修 然后那个板子 也不还给我 人家就说了 你让我求走 我就求走 你让我还给你 我就还给你 那不行 那么商家为何要拆走门板 进行鉴定 破损的门板 为何不归还给消费者 带着疑问 记者来到了 位于长春储柜衣柜城一楼的 百家帮健康家居体验馆 了解情况 在这里 记者见到了店主 店主表示 经过内部鉴定 破损的门板为人为破坏 无法提供维修服务 破损的门板在哪呢 在我们工厂 走过鉴定了吗 这不是 没有的 没有鉴定 你们内部的鉴定还没走 我们内部的走 就是人为破坏 依据在哪呢 在定制家居体 本身有标准的 都是合格的产品 正常的去睡觉 没有外力破坏的情况之下 它怎么可能对你 生意就在这 他认为是产品质量问题 我们认为 是不是产品质量问题 所以说我昨天跟他说的 解决方案是 我说咱到法院 咱该走 鉴定咱走鉴定 别理说你的我收 是质量问题 还是人为破坏 双方各执一词 随后 记者找到了 长春储柜衣柜城的 值班经理 经理表示 可以尝试 私下与双方进行协商 但记者不方便在场 这个事还不至于 大到说解决不了 他们可能也是 急于想解决这个事 所以说找到其他媒体了 采访的形式 我是不公开的 愿意协商的 咱们就到办公室 进一步的一个协商 两小时后 记者再次与刘女士 取得了联系 刘女士表示 协商已经达成一致 正在等待商家的解决方案 经理给我们出了一个方案 让商家给我们维修 维修到能使用为止 需要我们支付200块钱费用 工人的费用啥的 就像商家 可能心里也算过得去吧 商家说他回去 再跟工厂那边 研究出了一个维修方案 到时候再联系我们 爽都市 负旭 张扬八达 买新房 对于每个家庭来讲 都是大事 现在很多开发商 也推出了精装修这个概念 让房主免去了 自己装修的环节 妥省心 很多人会选择精装房 可最近购买了远创紫月台 精装房的业主们 不但没省心 反倒挺闹心 为什么呢 因为收到房子之后 这小毛病 接二连三不断出现 我们是去年9月份买的房 今年11月14号交的钥匙 到现在为止 已经一周多的时间了 我们通过验房 发现这屋里头 有很多的问题 它这个开关 手里头有的时候 开不到位 停制了 卡制了 这块上不上下不下 全屋所有的穿条条子 全是这样的 这个地方 在装修的过程当中 都碰坏了 这个假装布 这已经是过性了 这个大理石面 应该是一张一块大理石吧 它在交房的时候 这块已经断裂了 然后它自己处理了一下 扎了一下吧 然后交给我们 我们一看这不行 刘先生说 像自己家一样 在验房时 发现问题的业主 还有不少 而大家的情况 也各有不同 我们家最严重的 就是肌漏 所以你豁死了 就是有个小眼 我担心就是以后 用了就是水下不去 我们家买了一个热水器 今天安装师傅 过来来安装 然后钻完眼之后 发现这个里边是空的 安装师傅说 这个热水器 如果挂上去 以后容易把整个砖都掉下来 人家把热水器放着就走了 业主们表示 发现装修出现问题后 他们便第一时间找到了物业 物业也派人对部分问题进行了处理 但处理结果 他们并不满意 过过时他已经现在给我们修理了一次了 修完了之后跟没修是一样的 并且修的过程当中没有进行任何的这种防护 把整个屋造的这个烟雾沉沉 我们每平方米装修在合同里边 规定的是一平方米两千八 但实际上现在看根本和这个档次是不相符的 根据这种情况我们也找了远创紫月台的开发商 但现在到目前为止开发商没有人跟我们来进行对接 为了能够了解具体情况 记者来到了长春原创物业服务有限公司 现在目前就是说出现这些问题呢 施工单位和开发单位呢 也都在配合解决着 但是具体的情况 还得要由施工单位和开发单位给你们来回复 经过沟通 记者在现场见到了长春原创地产工程部的负责人 能维修的我们会维修到业主满意 如果这个东西真是维修不了 我们要给业主更换 业主家所有的东西都在我们质保学范围之内 我们没有道理不给业主来维修 精装修这个工程队的资质 咱们能提供给业主 他有没有这个资质 大家要看一下 因为他们是消费者 他们有知情权 可以 可以 什么时候呢 我就想资质这东西肯定不在我手里 明天给公司打电话 很多业主还提出 咱们用的材质 这个质量是有问题的 就是说他们当时 签订核的时候是每瓶两瓶 我希望业主能回去看一下 这个过往核上所著名的一些东西 2800块钱 只是房价的一个组成部分 不是装修费 对于负责人提出的合同著名问题 记者在业主的商品房买卖合同中 对主合同第13条的补充约定中看到 买售人窒息本合同所约定的 该房屋装修价格为房价的组成部分 非独立的装修成本 合同所约定的房屋装修价格 可能与该房屋实际装修成本存在差异 买售人同意不就此向出卖人主张任何权利 针对这一条款 业主们表示并不认可 现在得到这个地产给我们的答复 就是说给我们修 修不好实在不行的就是换 只有这两条 那么现在我们作为业主 认为我们现在的房屋装修质量有问题 不是修和换的问题 所以说现在我们的这个想法达不成一致 所以说现在我们还要找这个能够给我们答复的地产商 或者是主管部门 守望都市报道 您看采访中啊 紫园台的这个负责人也说了 能修呢就给修 修不了就给换 看似开发商的回答很负责 但从购房者的立场来看 买的是新房 而且是11月4号刚交的房 为什么拿到手就得开始修房呢 这房子达到交房标准了吗 同时开发商解释了 说合同中2800元不仅仅是装修款的费用 也是房款中的一部分 看似合理啊 合同中也清晰写明了 那既然它不能表示装修的标准 那2800的出现有什么意义呢 老百姓在买精装房的时候 应该如何理解合同中这个装修款 这一系列问题 我们也会持续的跟进 咱们再来看啊 昨天啊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反家庭暴利日 反家庭暴利日呢 设立的当初啊 是为了消除对女性的家庭暴利 但是啊随着时代的发展 家庭暴利这个词啊 显然更丰富了 那在昨天啊 反家庭暴利日的当天 一名男性向长春市宽城区人民法院 申请人身安全保护令 希望啊通过法律手段 让他免受妻子的威胁于拳脚 11月25日是正好 恰好是国际反家庭暴利日 有一个当事人呢 他姓齿齿某来到了法院 然后提出了要求申请人 人身安全保护令这样的一个迫切的需求 法官认真审查了齿某递交的相关材料 了解到申请人齿某 与一段姓女子于2018年10月登记结婚 因感情不和 齿某于2019年向法院起诉离婚 由于他的配偶并不支持法院的送达 他也无奈 他那个案件就撤诉了 2019年11月18日 齿某在北京曾租住的地点 与段某因婚姻财产等问题发生口诀 遭到段某及其随行人员的殴打 段某被北京市公安局某分局 处以行政拘留13日 并处罚款500元的行政处罚措施 女方她在那边行政拘留13日 如果这个人放出来了 齿某她觉得说 我现在就是永无宁日 她特别担心说 再次遭受到这种家庭暴力 齿某表示段某曾多次威胁 对其造成严重的心理压力 她有家不能回 只好求助法律 反家庭暴力法 是在2016年3月1日起开始实行的 明确的就规定了 人民法院可以制发 这个人身安全保护令 它的目的是防止遭受家庭暴力 或者有遭受家庭暴力 可能的受害人 以及她的子女 还有特定的近亲属 防止她遭受到这种人身的危险 以保证诉讼案件的正常进行 此外 宽城法院还制定了 协助执行通知书 向齿某经常居住地的派出所 及社区居委会 分别进行了送达 以协助人身安全保护令的 有力实施 如果她收到人身安全保护令 还是对申请人 实施了家庭暴力 那如果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条例的 公安机关可以对她采取 行政拘留的方式 或者是给申请人 造成了一个严重的人身伤害 构成刑事责任的 她同时还要承担 相应的刑事法律责任 法官表示 无论是女性还是男性 反家庭暴力法 对所有家庭成员都一视同仁 人身安全保护令 作为一种司法庇护措施 在申请人和被申请人之间 筑起了一道保护墙 有效起到了震慑时报者 预防家庭暴力 保护家庭成员合法权益等作用 但是现实生活中 家庭暴力仍很广泛的存在 为了得到有效的司法保护 家庭成员在遭受暴力时 要学会取证 起码有诊断证明 或者公安机关的处理证明 复联 以及局委会 你这个调解记录 或者是你家庭成员 有没有一些其他人来辅助 证明你这个家庭暴力行为的发生 首昂都市印得海军报道 车辆上路不挂牌或者遮挡牌照 当然只有一个目的 那就是掩盖车辆的交通违法行为 不过这种自作聪明 只能是掩耳盗铃 如果想要逃避法律制裁 这样的方式显然是不可能的 有人偏偏不信 想试一试 结果下面这位驾驶员 就说明了一切 咱们来看看吧 11月10号中午11点左右 省高速公路公安局通话分局 在下牌收费站拦下了一辆保时捷SUV 民警在对驾驶员的正线进行了检查后 把他带进了执法站 你车超速 是在通省高速10公里 沿阳方向 你过来的倒入第二个隧道 当时你车速是123 隧道迁速80 超速比例达到53% 其实这只是民警拦截他的其中一个原因 另外一个原因是这辆车没有悬挂车牌 我们把执法记录仪的镜头向前倒 民警在把这辆车拦下时 驾驶员很快就把临时牌照递了出来 而根据临时牌照的使用规则 两张临时牌照是一个粘贴在车辆的前后封挡玻璃上的 前面没粘贴 后面没粘贴 对吧 是不是 没毛 随后民警对这位驾驶员开出了处罚通知单 没想到这位居然还想再研究一下 超速95%以上 两天还击12分 你今天开不了车了 听不听到 我只招救 没有办法 给他取材了 这个真研究不了啊 研究的话民警可就违规了 您还是老老实实交罚款扣分吧 因为超速50%以上和未按规定悬挂号牌两项违法行为 这位驾驶员总共被处以了2200元罚款 驾驶证继24分的处罚 爽东市易阳编辑报道 前两天有网友给小手发了一段暖心的视频 这十几秒的长视频中通过警铃声可以判断出救护车很是着急啊 那路面上的车辆听到救护车的声音会怎么做呢 大家纷纷自觉靠向两侧让出了生命通道 来看看今天的小手拍拍 11月23号有网友给小手发来了一段在长春市的快速路上 社会车辆纷纷给一辆120急救车让路的视频 早上9点多车上拉载着重症患者去医院急救 但救护车被堵在了快速路上 为了争取时间 司机拉响了车上的警报 本来行驶缓慢的车流自觉向两侧让开 为救护车开辟了一条生命通道 给我们长春的驾驶员们点个赞 其实正是因为大家的一起努力 才让患者多了一份生的希望 让我们这个城市越来越有人情味 最近有网友给小手发来图片 吉林市昌义区吉航小区附近泥泞不堪 路面咋这样呢 真是没法走啊 居民说了 前一阵子物业进行了功能改造 但是施工结束后呢 就没有清理路面 前几天下雨后泥泞不堪 这一上洞不得又滑又难走啊 希望物业尽快清理 让居民有个舒适的出行环境 今天有网友给我们发来视频 早上在长春街头啊 看见一名老大爷 用自行车推出一个小男孩去幼儿园 孩子呢怕冷 给孩子的座椅上扣了一个玻璃棚 浓浓的爱意看着好温暖 在这儿啊 我们也提醒大爷 不要用玻璃的 这雪天路滑呢 容易发生危险 11月24号 有网友给小手发来视频 长春一名公交车驾驶员呢 捡到了一只小鸟 把他带回了车队 驾驶员贺鹏飞 也驶到一个小鸟 里边装着一只小鸟 爪子比较大 像鸭子的爪子 我们钓的时候有个正宏镜啊 这个小鸟特别愿意照镜啊 太萌了 以为镜子里是他的小伙伴吧 确认这只小鸟是小屁梯 属于国家三有保护动物 目前已经得到了救助 在确保具备野外放规的条件后 就能重返大自然 5G看移动未来无限可能 这类庆祝中国移动5G正式商用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水旺都市 上周呢 我们在节目当中报道了 长期视频李月 想通过吉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资助一名贫困儿童的事儿 那现在呢 经过中心老师的联系 受住家庭已经确定 就在上周末利用休息的时间 李月带着儿子和另外一对母子 驱车70公里 来到了长城市双阳区 第一次见到了受住儿童齐瑶 齐瑶 长城市双阳区齐家镇常领中心小学 读二年纪 母亲由于意外导致身体二级残疾 打机事起 齐瑶就跟着妈妈和姥姥生活 虽然家里经济条件不好 但是依靠国家的好政策 齐瑶顺利地上了小学 学习成绩优异 通过学校家访齐瑶家的情况 被上报到了吉林省妇女儿童发展中心 小齐瑶的微信院得以实现 而出乎意料的是 这次李月和几个家庭的助学意象 也落在了齐瑶的身上 驱车70公里 李月和另外一名爱心家长 带着孩子们利用周末休息时间 第一次来到齐瑶的家 童年龄段让几个孩子没有第一次见面的腼腆 更多的是询问彼此的生活 李月一行还为齐瑶带去了京东的换迹衣物和书本 这次我们来就是跟你认识一下 认识门 好不好 好 一定要加油休息 这就是对妈妈最好的报答 是不是 是 马上来这么好一刻 我们就要冲别给衣服长大 他以后那个换季的衣服 每次换季我们都来 如果没有什么特殊情况的话 我们会一直自助到他大学毕业 然后这个孩子听老师说也特别乐观 开朗 而且学习特别好 也是我们孩子的榜样 没有电视 不玩手机 每天放学后 与书本为伴 齐瑶的客运生活 虽然烧行枯燥 但是在珍视的海洋中 他生活的更加丰富 我也要向姐姐好好学习 我把我竹签罐的钱存着 给姐姐买好吃的 童年无价 每个孩子的成长环境 也许有所不同 但是他们的快乐是一样的 茁壮成长 也是每个家长的希望 不要因为经济 去限制孩子们的快乐 我们也希望 不论是城里 还是乡村的娃们 都能够享受同一片蓝天 也希望 离月的爱心传递 可以引起更多人 对于困境儿童的关注 首昂都市张默新闻报道 在一专案件的判决当中 我们都会听到这样一句话 叫某某某缓期几年执行 当听到缓期几年执行的时候 很多人心中都会有个疑问 判处缓期的这段时间 这个人就处于自由身了吗 其实在判处缓期之后 这些人员就成为了 社区矫正的对象 那最近呢 长城静越监狱的民警 就来到了农安县社区矫正中心 开展了一场 针对矫正对象的 集中教育活动 而他们这一次活动的意义就是 通过谈话教育等方式 防止这些社区矫正的对象 再次步入歧途 走上犯罪的道路 11月22号上午 长城静越监狱的民警 来到了农安县社区矫正对象的家中 进行走访 了解社交对象近期的生活情况 据了解社区矫正对象已被判处缓刑的人员为主 集中在社区进行矫正 不允许擅自离开管辖范围 并且要定期到矫正中心接受教育 如社区矫正期间表现良好 无违纪行为 此在缓刑期慢后解除矫正 真正回归社会 当天走访过后 一场集中教育活动也随之展开 社区矫正跟监狱的差异化在哪 它不脱离社会 也不脱离家庭 法院判决后就跟没事的一样 这个想法是错误的 因为你们由于不懂法 不守法处罚了法律 定期在当地司法部门 开展这个集中教育或单独教育 要强调它这个身份意识 让这个矫正对象明白 监警和非监警之间的差别 包括纠正它的这个三观 主要的目的还是减少 社区矫正人员的一个再次犯罪 爽都市则续镜色报道 天越来越冷了 我们要多穿 而路边的绿植呢 也得注意保暖 最近呢长城市的远林部门 就对城区内的绿植展开了 防寒保暖工作 哎 这植物怎么保暖呢 其实我们大家都见过 只是不知道那就是保暖而已 比如说洒水车 在给路边的绿植浇水 这就相当于给绿植盖上了 一层棉被 让它们在寒冬当中 也能取暖保温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是 长城市的人民广场 那大家可以看到 在我身后呢 长城市远林部门的工作人员呢 正在向人民广场周边的黑松 进行浇水作业 可能很多朋友会问了 那么这么冷的天 还要像树浇水就不怕冻了吗 其实这样的操作 正是给这些植物的根系 盖棉被 长城市流化管理中心 对我处所管辖的 二十四条街路 八号广场 进行了冬灌工作 主要针对近两年 新在职的桥木 及灌木 还有一些重要街路 例如像人民大街的黑松 和南无大陆的白鱼等 我们进行冬灌工作 共计2.2万余株 据记者了解 长城市绿化管理中心的 冬灌工作 从十月末日已经开始 目前已经基本盲工 就说每年冬 冬灌都是必须要 进行的一道工序 其目的就是 对绿植的根系 进行保护安全域冬 冬灌能够保障植物 冬天对水分的需求 同时防止早春发生生理干旱 能够有效缓解 这个低的温度 防止气温骤降 对植物根系造成损害 同时在入冬前期 园林部门已经对 城区内的美国洪峰 银杏等重点名贵树种 采取了防汗措施 以避免这些名贵树种 受到极寒天气的冻害 同时园林工作人员 也将增加日常巡视频次 对突发性树木损伤 进行修复 确保明年春暗花开 树更绿 守望都是王磊 海军马达 接下来生活资讯 我们先来说出行 由于鹤达高速的隧道改造施工 我们看到从明天开始 到12月31号 鹤达高速的公路的部分路段 就要封闭了 所以在这儿 也要提醒各位 有出行需要的朋友 一定要提前规划好路线 注意绕行 那具体怎么绕 怎么走最科学 我们来看一下 今天的便民服务台 受G11鹤达高速公路 二密隧道改造施工影响 自11月27号至12月31号 鹤达高速公路 K902-K919路段双向封闭 即时 由长春静雨方向 经鹤达高速 去往吉安 沈阳 大连方向的车辆 请在通化站驶离高速公路 绕行普通公路后 可选择通化西站 或通化南站 重新驶入高速 由大连 沈阳 吉安方向 经鹤达高速 去往长春 静雨方向的车辆 请在通化西站 或通化南站 驶离高速公路 绕行普通公路后 可选择通化站 重新驶入高速 记者从严吉朝阳川 国际机场获悉 即时起 海亚航空每周一下午 新增严吉到首尔航班 截至目前 严吉至首尔的航班 共有7个 记者从长春燃气了解到 11月25号至12月1号 长春部分小区 将进行燃气安检 具体区域 冶金宿舍 世纪家园小区 黄金研究院宿舍 微电子宿舍 华语花园 湖光科技 极大南校 前卫医院等 最后来关注一下停电信息 11月27号早8点半到下午5点 长春市南关区部分区域停电 影响范围 南至创意路 北至金与大陆 东至前进大街 西至超盛街 首王都市编辑报道 来自大众 尽想出众 接达VS5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两大酱香白酒之一 青花狼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中国人民保险 提醒您 关注天气变化 长春多音转情 零下12到零下5摄氏度 白城情 零下16到零下5摄氏度 宋年情 零下14到零下6摄氏度 四平晴 零下16到零下6摄氏度 辽元多云 零下13到零下3摄氏度 吉林晴 零下12到零下5摄氏度 通话多音转晴 零下13到零下6摄氏度 白山晴转多云 零下16到零下7摄氏度 严吉多音转晴 零下12到零下5摄氏度 长白山多云 零下17到零下6摄氏度 长春多音转晴 零下12到零下5摄氏度 江淮汽车加剧A5 提醒您 关注千气变化 驾驶力早餐饼干 提醒您 关注千气变化 飞迪汽车提醒您 关注千气变化 欢迎回来 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 首王都市 我们来看一下市民啊 对出租车涨价这件事啊 大家发了一些评论啊 大家都非常的关心 在这个微博和微信上的公众平台 纷纷留言 比如说这个聪聪那年 他就说了 部分住宅公共交通配套更不上 这早晚上班族呢 基本只能打车到地铁站 如果必须涨价 那建议呢 先让城市的公共交通配套先跟上 看这位网友啊 他说啊 出租车涨不涨价都可以 但是涨价前请规范出租车的行业 如果出租车啊 像25年前小客服体一样 随意停车上车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